剛剛講到莊博之 其實也都是情境 他們兩個現在沒有婚姻 那麼一拍即合 享受四天 假如現在他們身邊都各帶自己的兒女的話 也就沒有那一回事了 你懂那一回事嗎 或者其他有一個帶媽媽來 另外一個帶爸爸來 也沒那一回事 所以這也是有條件的 所以愛情的本質是純的 可是人在環境中談愛情的時候 你是不能夠那麼蠢的 所以享受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那四天的甜蜜 就是他把它單純化 然後他把它純真化 他又把它恢復原來以前 那個沒有完成的遺憾 不讓他遺憾化 只能這樣子說而已 如果照阿德 他如果勇敢的去離婚 他現在是不離婚 整天叫大家不要結婚 以前是 叫大家不要結婚跟離婚是兩回事嗎 沒有 他有兩個心境 當他心情好的時候 就叫大家不要結婚 當他心情不好的時候 叫人家趕快離婚 所以處在這樣的情境下 他的分析完全站在文學的立場 我們是可以認同的 但在這諮商輔導 我是完全不能夠溝通的 黃老師 說出來 也只有這樣有份量的人才敢講 我們來看一下 招大棚的嘛 對不對 這個是 易能靜 易能靜 這個是真的是憔悴 對 那麼你看 他後來勉強站起來 勉強站起來 你看看 在他素顏的時候 然後後來還需要人家 殘服嘛 那哲偉這是什麼 這是傳書說 他因為想要再生小孩 然後所以去做調養 對一會啊 易能靜跟王妃差不多 46 他到58 然後呢 那跟王妃差不多年紀啊 那王妃又懷孕啊 否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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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你現在看到易能靜 易能靜他當然也是姐弟戀嘛 而且他要修成正果啦 因為男生都跟他求婚了嘛 那當然是 而且這個男生多長 勉昊比他 比易能靜也是小11歲 小11多歲 對 你最壞的 多八八八啦 謝謝 會壞啦 身體上會很match 可是你看易能靜 其實他保養得非常好耶 其實如果你 你不要去猜他年紀 你說他30幾歲 其實也有人相信啦 如果說不知道他年紀的人 對 那但是我覺得易能靜 他跟勉昊之間 又跟這個王妃跟謝玲 是完全不一樣的狀況 因為易能靜是 跟勤昊就是 之前都不認識 是的 然後因為合作了一個電影之後 來電了 然後來電呢 就像美人姐講的啊 他並不覺得這個小男人 是小男人啊 他覺得這個小男人 是給他肩膀可以讓他靠的耶 哇 對啊 然後而且他覺得 因為他這麼浪漫的雙魚座 他是不能沒有愛情的滋潤 所以這個 易能靜是不是 對 所以這個男人 他永遠是可以給他很浪漫的 你看他們一起去砍城 走那個紅地毯啊 然後呢這個 他跟他大方的手牽手啊 然後呢 當他們回到 當他們就是 在今年的時候 去土耳其求婚嘛 求婚的那些場景 然後那個煙火啊 那個跪下來這樣 我跟你講很多女生看了都會暈船 對 所以 在易能靜的狀況來講 跟王妃謝玲鵬 那是完全不同的 剛剛艾伯老師講說一年嘛 對不對 那有一說是他們已經長愛半年嘛 那還剩下半年啊 半年啊 那要好好珍惜喔 你知道 就有另外一個老師的說法 因為既然剛剛講到這個命理的說法 對 他說王妃謝霆峰跟張博之啊 他們上一世 前世啊 就是 謝霆峰是一個原外 對 然後呢這個 張博之是小老婆 王妃是大老婆 那小老婆跟大老婆之間一定會爭從嘛 那最後的結果就是這個原外呢 一年早逝 然後這個小老婆呢 就是張博之被趕出家門 那大老婆就掌權 那小老婆想盡辦法要回來要奪這個財嘛 但是奪不了財 最後 張博之的前世 也已經走了 也死掉 那但是呢 這個王妃就 的前世呢 就孤獨到老 雖然她有錢 但是七十幾歲這樣子 所以輪回到這一世呢 會怎樣你知道 就是三個人還是糾纏在一起喔 但這個說法是怎麼樣呢 跟你的說法有一點點穩囊 他說喔 雖然他們十一年又繞在一起 可是最後 謝霖峰還是會回到張博之的身邊 你知道嗎 如果真的到最後是 真的到最後是 你看一年後 如果王妃跟憲哥 這樣保證你們有下一個公道 就這樣也來先休息一間公道 王妃已經掉了 因為我覺得真的人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 歡迎來到現場 阿道老師 你都叫人不要結婚 你沒卡住在哪裡 他就冷靜 對啊 因為他最近不是拍那部電影嗎 回來嗎 然後他有跟我聯絡 聯絡的時候就跟我講說 哇他最近拍那個戲很忙 而且因為很大的投資 還有宋慧喬演出 而且他第一次當導演 然後這個戲呢 就是比較大片 大陸的大片處理就是 有上下集是大製作 這樣子 然後就突然講到說 他要結婚了 他也去 再問我們要不要去參加 海外的婚禮 我說啊 我都不參加婚禮的 我不鼓勵大家結婚 我說 我說你為什麼還 這個 為什麼這個時候 你還經歷這些事情 為什麼還會想要結婚 然後呢其實 他上次發生那個事情的時候 我算是少數會用正面的方式 鼓勵他的人 比如說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我覺得願意面對 這樣一切的事情 我覺得已經是很勇敢了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感情的問題 如果說因為 問題走不下去 然後就變成說 誰對誰不對 我都覺得說 那我們對感情 都是很蒙蔽在面對的 就是我們那些 那些有可能性的東西 你都不願意去面對 你才會有這種對錯的結果 然後我說 你願意走出來 然後又可以繼續談戀愛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的範本 然後我說 只是我不能認同你又再次結婚而已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說 因為對方是金牛座 然後我以我對星座的了解 我就跟他講說 金牛座的膽子很小 很喜歡 依偎在你 就是每天在變魔術的畫面裡面 完全被你操控 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他什麼座 雙魚對金牛 跟你一樣 然後可是呢 他就很有自信 我發現 在那一刻我發現 其實伊人進氣在感情上 真的是超傳統的 因為他突然覺得說 他還是願意相信婚姻 他還願意再撕一次 他覺得說 我們還是可以天堂地久在一起 他用那個字眼 超夢幻的 那我覺得說 金牛座很大男人耶 是 可是問題是 他在談感情的時候 他就喜歡用裝可愛的方式 依賴對方 就是他喜歡做回一個小孩子 這樣子 對 雙魚座是這樣 然後我覺得說 其實你們這樣的互動 其實已經很好 幹嘛一定要結婚 他說他就是要結婚 是誰主動要結婚 我覺得是 是男的跟他求 是男的 而也是男的 一開始跟他談戀愛的時候 就已經跟他求了 不是現在才求 其實是 其實說很甜蜜啊 看這照片 很甜蜜 這個是他們兩個 異位在一起的這個照片 你說 比起來也不會比較老耶 看不出來差十幾歲 差十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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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張照片美不美 美 對 那黃老師 要不要幫他生個小孩 還有 你這張照片 這樣突然想跳到我腳踢到 人世間就是有美的 也有不美的嘛 現實生活就這樣嘛 好美的煙火 就是因為這麼美 所以要幫他生個小孩 這麼辛苦啊 對不對 要生嗎 現在要美 一點都不簡單 現在要維持有機 比較困難 有機 就是沒有去整形 這種比較困難 但是 飛機 如果準備去洗 漂亮的都簡單 但是呢 再美的東西呢 如果個性不合 看久了三個月後 都一樣 不然你現在去問 人家人家人家說 你媽多漂亮 他絕對說普通 一般啦 我告訴你 看久了嘛 但是呢 他要再結婚 這是選擇題啦 那生小孩也是選擇題啦 但是話說回來 就說 有很多的那個女性 在找她的愛情的時候呢 尤其要走進婚姻的時候 當她絕對要走進婚姻的時候 如果像阿德說的就是 我談一輩子的浪漫 然後我不結婚 我很勇敢 這塊女性也是有 我覺得 有一個那個 這一段可以點掉 就是那個誰 李羅以前有個女朋友 李芳文 她就是絕地不結婚的 是啊 她是不婚族的 所以她就是很瀟灑 然後跟阿媽一起去 跟交男朋友 然後就很瀟灑的人 這種人不多嘛 那像她剛剛阿德說 她跟伊仁靜聊過天 伊仁靜是傳統的女性 在內心的感情這一塊 所以她對婚姻有期待 那當她對婚姻有期待的時候 她就希望 又給這個男人一個家 給男人一個家 一個婚姻的家沒有小孩 很多人的傳統是覺得不完整 比較寂寞 所以她要拚了老命 因為對方又是一個兒子而已 又是獨生子 那她就會覺得她有壓力 那她這壓力來自男方 來自五行的 也許男人算沒有關係 可是到有一天 就覺得很有關係 都有可能 所以她自己去怕自己 她給自己太多的壓力 沒有 她就是有 什麼願望都想達成啊 就比如說 希望那個婆婆也可以滿意 就是跟我結婚以後 也不用擔心說沒有小孩之類的 我想都會有 所以說任何有太完美的期望 都是壓力很大的 沒有 如果願意的話 如果她自己願意去承受 當然都會願意 你也不需要阻染她 沒有 就是那個願意來講 成功率機率很低嘛 就是你看數據就知道了嘛 就是要冒這個險嘛 對啊 所以我有一個 很要好的女朋友 女藝人朋友 她其實有一個 滿好的對象最近 那她其實她年紀也長了 其實比一能靜還長 那她最近就陷入一個苦思 因為那男朋友比她小 也算姐弟戀 然後就會覺得說 妳是我的女神嘛 妳不跟我生一個 那太可惜嘛 她真的鼓勵她說 不然我們去做事館 所以她後來就陷入那種天人交戰 就像老師講 那就是個選擇題啊 我就跟大家說 其實妳可能要先抽離這個男人 把這個 就是說妳的選擇題 要抽離這個男人 妳不要去考慮說 她會不會是個好爸爸 她會不會負責 她會不會給多少錢 怎麼變了 我就說 怎麼多少錢 都不要考慮 妳一直考慮妳自己 就說妳需不需要這個小孩 那妳如果真的需要說 妳要一個孩子陪伴妳 那妳也可以獨立撫養她 那妳就去做這個事情 婚姻的維持不能用討好 不要說為了討好這個男人 我去生小孩 為了討好這個女兒 我跟我媽媽切斷關係 不用討好 可是問題是婚姻的愛情 都在討好啊 送禮禮物不見也在討好嗎 妳講了半天 只是為了要跟我對抗而已 對啊 妳講的這句話 有什麼意義我都聽不出來 對啊 妳這樣今天講我們 這樣我講的是沒有道理嗎 當感情遇上前 一定會變成